生生不息嘉年华首期已经录制结束 歌单已经确认 比如周深和黄岐山的合作 就始于歌曲《岁月》 王妃和纳英 在1998年的央视春晚 首次演唱了这首歌 这无疑是首轮节目的一大亮点 曲目丰富 无可否认 嘉年华的曲名 意涵更加丰富 寓意更显深远 生生不息第三季 即将于12月2日强势回归 这次他们可不是开开玩笑 直接开路 秒杀了所有的预热操作 一瞬间就点燃了全网的热议 感觉要开启一场全新的阴浪狂欢 先说说这阵容 真是个阴浪大军啊 14位巨星集结 包括韩红 孙楠 古巨姬 胡彦斌 谭维维 毛阿米 黄岐山 王心灵 玉可维 汪苏龙 陈楚生 张奇 周深 宋亚轩等等 这可是综艺版的超级联盟 老中青三代歌手同时上阵 这群人怎么看怎么有料啊 首先说说开场 黄岐山和周深 是当下音乐界备受瞩目的两位实力派歌手 他们的合作 无疑给这个节目增添了一抹亮色 黄岐山是华语乐坛的实力派女歌手 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 深受歌迷喜爱 而周深则是新生代歌手中的佼佼者 其高亢激昂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方式 更是让人为之动容 这次他们的合作 无疑将带给观众们一场美妙的音乐盛宴 做视频不容易 先赞后看 人生灿烂 除了黄岐山和周深的合唱 首轮节目还有其他一些实力派歌手的加盟 他们包括毛阿米 孙楠 韩红 陈楚生 胡彦斌 谭维维 汪苏龙 玉可维 宋亚轩 古剧集合王心灵 这些歌手无疑不是在音乐界 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物 他们的加盟无疑为生生不惜嘉年华 增加了亮点与看点 本季的加盟歌手 基本上都演唱业务出众 实力不俗 即便是出自偶像团体的宋亚轩 在同辈歌手中 也属于佼佼者 他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此次参加生生不惜嘉年华的录制 无疑是为了进一步展示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首轮节目的歌单也遭遇了曝光 根据这份歌单 音乐类型的丰富和选曲范围的宽泛 从经典老歌到流行金曲 从迷谣到摇滚 各种风格的音乐 都会在节目中得到展现 这样的多样性 不仅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音乐口味 也能够展现歌手们的多样才华和表现力 其中 周深与黄岐山合作演唱的歌曲《岁月》 无疑是首轮节目的看点之一 《岁月》是一首经典老歌 这首歌曲充满了对岁月流转的思考 和对生命意义的感悟 周深和黄岐山的演唱 必将为观众们带来一次震撼人心的听觉盛宴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周深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更多人看到 生生不息 嘉年华的阵容十分强大 每位歌手都为这个节目带来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实力 他们的加盟 无疑会为观众们带来一场难以忘怀的音乐盛宴 许多网友表示 十分期待这个节目的播出 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感受到更多优秀音乐的力量 被音乐的魅力所打动 音乐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方式 是心灵的共鸣和慰藉 生生不息 嘉年华通过将实力派歌手们聚集在一起 让他们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 必将带给观众们一次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 这个节目的推出 无疑将为华语乐坛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为音乐爱好者们带来更多美妙的音乐作品 而这一次的升级 简直带上了搞事情的标签 节目组不拖泥带水 直接上马 直接冲到你面前 说看 我就是要搞事 这种新潮的玩法 瞬间引爆了各种讨论 观众还没看到内容就已经跃跃欲试 这节目组的骚操作 真的让人瞠目结舌 让人期待的同时 也感叹他们的感想感作 图片这场音乐综艺的阵容 真是相当给力 尤其是陈楚生 他刚刚结束了批歌3的录制 迅速加入这次的生生不息 简直是在综艺界创下了一波又一波的燃点 陈楚生一直以其深情嗓音 和个性十足的风格 受到众多粉丝的宠爱 他这次的加盟 肯定会给这个节目带来更多看点 而甜心教主王心灵的回归 更是让人燃到不行 时隔一年 他再次回到芒果台综艺 这次居然是参加生生不息 简直是为观众奉上了一场音乐大餐 王心灵不仅歌声甜美 形象活泼可爱 他的回归 无疑为这个音乐盛宴增色不少 而且 他最近推出的新专辑 会不会在节目中亮相呢 这不是更添了一层神秘感吗 图片 还有其他一众歌手 比如谭维维 玉可维 汪苏龙等 他们在自己的音乐领域 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这次一起集结在一场音乐盛宴 绝对是音浪大军的终极组合 他们在舞台上 会擦出怎样的音乐火花 简直让人无法预料 还有个新人张奇 虽然名气不大 但在预热环节表现的相当引人注目 活力十足 说不定在这个巨星云集的音乐狂欢中 还会带来一些新奇的玩法 这场音乐综艺的嘹亮回归 正好填补了当前综艺市场 音乐综艺匮乏的空白 随着我们的歌 第五季节目过半 观众迫切需要一场 能够激发音乐热情的综艺节目 而生生不息第三季的强势归来 无疑将成为这个季度 最受期待的音乐盛世之一 在这个娱乐舞台上 每位歌手都是一颗闪烁的心 释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辉 这场音乐狂欢 不仅仅是一场听觉的盛宴 更是一场感官的饕餐盛宴 每一位歌手都将带着独特的音符 为观众奉上一场超凡脱俗的音乐饕餐 综艺界是一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竞技场 而这一季的生生不息 将是一个充满未知和激情的音乐征程 这些巨星们将在这里展开怎样的音乐对决 又会迸发出怎样的音乐火花 实在是让人期待 总体而言 这场音乐盛宴 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更是一场心灵的交流 每一位歌手都将携带着自己的音符 为观众奉献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饕餐 这个冬天注定是音乐的季节 而生生不息第三季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音乐奇迹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场音乐的巅峰之战 即将在12月2日震撼登场 让我们一起为之欢呼雀跃 solo 欲可为 迷谣 周深跟着你直到天边 黄岐山谁原唱 蔡剑雅 宋亚轩把耳朵叫醒 原唱 金海新 韩红唱之山歌给党听 合唱 黄岐山加周深岁月 宋亚轩加谭维维山河图原唱 凤凰传奇 张奇骄傲的少年 孙楠加韩红美丽的神话 生生不息 加年华首轮录制的消息 让人期待不已 黄岐山和周深的合唱 实力派歌手的加盟 以及丰富多样的音乐曲目 都将为观众们带来一场难以忘怀的音乐盛宴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节目的播出 感受音乐的魅力 享受声音的力量 王心灵一人唱了三首歌曲 之前网传版本的歌单 基本都是假的 这一次录制完 是确认的歌单 依旧分为上下半场 上半场有一首大合唱 下半场有一首大合唱 上半场的大合唱歌曲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是一首儿时就有的经典音乐 下半场大合唱是大中国 也是一首儿时听过的经典音乐 独唱歌曲上半场 黄岐山演唱谢雨昕的谁 古剧机演唱叶丽的上海滩 周深演唱韩磊的歌曲 跟着你到天边 王心灵演唱孙岳的快乐指南 韩红演唱任贵真的唱之山歌给党听 孙岚演唱的你快回来 其中孙岚是演唱的自己的经典作品 独唱歌曲下半场 王心灵演唱自己的歌曲 第一次爱的人 汪苏龙演唱爱呀啊呀 独唱歌曲中 上海滩你快回来 第一次爱的人爱呀爱呀 都是非常经典的情怀音乐 尤其是后两首 基本是每个90后都听过的歌曲 第一次爱的人 是当年采灵榜单第一名的歌曲 爱呀爱呀则是KTV碧点歌曲之一 而爱呀爱呀 这次由汪苏龙翻唱 大有可能会有超越原唱的可能性 会成为生生不息第三季的一个经典舞台之一 合唱歌曲有 周深和黄岐山合作王妃岁月 韩红 孙楠合唱美丽的神话 王心灵和汪苏龙合唱老人于海 毛阿敏胡彦斌合唱相思 张琦宋亚轩合作骄傲的少年 谭维维宋亚轩合作山河图 古剧姬陈楚生合作当年情 张琦胡彦斌合作摇滚族曲 合唱歌曲也是经典歌单在线 尤其是孙楠和韩红合唱的美丽的神话 是一首经典不能再经典的歌曲 两个人还都是原唱 能在这个舞台上重现 这首经典代表作 并且还可能会进行全新编曲 让我们都很期待 周深和黄岐山合作翻唱王妃的岁月 也值得人期待 周深的高音加上王妃的高音 给予观众超值的视听感受 王心灵一个人演唱的三首歌曲 快乐指南 第一次爱的人和老人于海 现场观众表明 王心灵表现得很好 高音很稳 并且演唱的这三首歌曲 都是全场大合唱 看完第一次主题公演的上下半场歌单后 相比于《宝岛记》 这一季的歌曲更为经典 歌手上也涉及了更多年龄圈层 如今 音乐综艺在国内娱乐领域堪称贵 不同类型和风格的音乐 源源不断地涌现 通过向公众提供流行音乐 他们也提高了自己的收视率 近年来 芒果台在音乐综艺市场上 推出了多部不同主题 模式 风格的音乐节目 除了慢生活音乐变奏 时光音乐会之外 励志竞技音乐浪姐和批歌 生生不息 拥有个性化IP创建以来最好的增速 口碑和收视率双双暴涨 虽然当时生生不息 港乐季还具有市场试水 赠送的意义 但生生不息宝岛季的推出 迅速固化了这个音乐综艺 IP的含义 拓展了它的发展方向 因此 这部音乐剧的第三季即将推出 这不是一个新的赛马季 也不是香港管弦乐季的延续 早期称中国季 后改称嘉年 不可否认 嘉年华这个名字的意义 更加丰富和深刻 目前 全能网友路透 已经披露了第一轮录音的相关信息 参赛歌手来自内地 香港 台湾 老中青三代嘉宾齐聚一堂 让Family Time名副其实 据了解 毛阿敏 孙楠 韩红 黄岐山 陈楚生 胡彦斌 谭维维 汪苏龙 玉可维 周深 宋亚轩 古剧姬 王心灵 将参与首轮节目录制 这个阵容也不是无能为力 近年来淡出迎评的毛阿敏的加入 无疑增添了生生不息 嘉年华的亮点和亮点 与前两季类似 本季加盟的歌手基本唱功出众 实力不俗 即使出身于偶像团体 宋亚轩也是这一代人中 最好的歌手之一 此外 首轮节目的播放列表 也因被爆料而遭殃 从这份歌单来看 音乐流派的丰富性 歌曲选择的广泛性 从一个方面印证了 中国纪原名的真实性 流行音乐方面 首轮节目的选歌 不再像前两季那样 仅限于香港或台湾 而是考虑到中国大陆 以及香港和台湾 比如宋亚轩翻唱的 就是内地歌手金海鑫的 把耳朵叫醒 黄岐山独唱谁 原唱是台湾歌手蔡建雅 周深的唱颂来自 常识磊和吴清风 跟着你直到天边 此外 明歌 红歌 如寒红的唱之山歌给党听 也占有一定比例 除了丰富的独唱之外 与前两季类似 本季节目的特色也将是合唱 生生不息中华季 即将开始录制了 节目已经确认更名为 生生不息嘉年华 相比于中华季 这种大气磅礴的名字 嘉年华三个字确实略显平庸 但也是无奈之举 生生不息嘉年华首发阵容为12位歌手 其中六位的标签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曝光 分别是林一连 宋亚轩 韩红 黄岐山 周深和张岐 他们对应的标签分别是 剩下的六位新增的常驻歌手是 玉可为 荣祖儿 黄丽玲 孙盛熙 张天赋 齐玉 这十二位常驻歌手 将成为生生不息嘉年华的首发阵容 除此之外 节目还进行了四大升级 第一点 阵容升级 三D歌手大集结 老中青三代搭配 第二点 音乐升级 串联百年的中华音乐史 也就是说 相比于港乐季和宝岛季 第三季的节目将音乐更全面地升级 整体将串联百年的华语音乐史 整体的时间轴将进行拉长 第三点 玩法升级 两大家族全新比拼 可能会比前面两季的玩法更多 第四点 空间舞美的升级 之前的演播厅都不大 这次将会有剧场形式的舞美设计 整体舞台美感度全面提升 会更加好看 除了四大升级亮点以外 应该就是每一个主题下的飞行嘉宾 最值得观众期待了 每轮公演会有二名飞行歌手 这两名飞行的定位 有的是国民大咖 有的是乐坛的中流砥柱 还有新生代人气歌手 其中符合国民大咖属性的歌手较多 之前有说过 毛阿民可能会来这个节目 如果常驻首发阵容没有 那就是飞行嘉宾 然后华语乐坛的中流砥柱 有很多 之前曝光的阵容中 可以是王兴玲 谭维维 或者是陆寒 再或者是汪苏龙 新生代人气者 一般都会请团体组合成员 例如时代少年团的成员 或者是女团的酒 应堂少女的成员 新一季节目是有四轮主题公演 然后每轮主题公演 分为上下半场的形式 和以往一样 会选出大众选择的金曲 上半场会在节目最后 进行两个队伍的主题秀比拼 下半场会在节目最后 进行作品1v1比拼 说到1v1 应该是非常有看点和争议的部分 能被选成1v1的肯定是 前辈级别的歌手vs前辈级别的 如果两个队伍的1v1歌手 辈分差距过大 后辈赢了前辈 那势必会引起争议 所以节目的这个赛制 是一个很有看点的部分 也是会引发观众讨论 最多的一个新赛制 整体阵容上来说 和港乐季 宝岛季 都是有的一拼的 尤其是飞行嘉宾的阵容 变得更具期待性 相信第三季节目会超越宝岛季 有更好的口碑 你们最期待哪位歌手 参加中华季飞行呢